这是一个六匹的一个压缩机 扁平的大金的 现在我们还拆开了 这是一个窝旋的 这是两个窝旋 一个大一个小 这是它的上部 我们再看一下下部 这它的下部 我们能看到那个剑机 里面的转子 这个是一个偏心的 这个里面主是一个偏心的 这是它内部结构图 以前没拆过这个 我们把这个切开了 软头全部切开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组装一下 把两个窝旋给它装上 这个是下面那个窝旋 这个是跟那个剑机的竹 跟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竹是偏心的 咱们看一下 这里边有两个垫子 这还有个垫子 这个有个卡槽 放到这个卡槽上就行了 把这个垫子切开 把它塞进去 把它塞进去 我放到 你先暂停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小窝旋是咋转的 我现在转一下 建计的竹 咱们看一下 它就这样 来会在里面动 然后 这个是动的 上面那个 窝旋是固定的 这个是不动的 所以就靠着两个窝旋 在这里压缩制冷静 咱们现在把上个给它装好 我们先把这个给装好了啊 好 看 装到位了啊 这也装得下去了 下去之后把这个 往旋的装上 这个又带有定位削的啊 这个带有定位削 这个装也装上不了 只要能放下去就行 这个上面这个盖子已经装好了啊 这个窝旋装好 就是上面有个盖子 咱们看这个吸气从哪进的啊 来看一下 吸气从这个地方啊 看 吸气从这个地方进气 它的排气管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 咱们看一下相簿啊 这个相簿 这个竹里边是一个空心的 这样一转的时候 这个油 会从这个管车偷上去 然后给上面的两个窝旋 供油溶滑 就这个 在下面啊 好了 这个现在装好 咱们试一下啊 看它能不能转起来啊 压缩已经用转了 压缩已经用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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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